9月17日,电视剧良生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抢占古兰卫视黄金档,可惜没有来个开门红,首播收视率仅为0.7509%,播出一周后,收视率继续走低,21日的收视率只剩0.4%,排名同当期电视剧第八位。 要知道,这部良生可是顶着最贵大剧的头衔,版权费只说留11.8亿,就在大家寄希望于他后期帮回一局时,没有一点点防备,突然传出掉档消息,是月三日起,湖南卫视黄金档将暂停播出良生,改播线里改革开放的大剧,你迟到的许多年,主要演员阵容包括黄晓宁和烟桃,为了证明这个消息, 还有人放出了芒果台幕后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,从这话中能看出,调档是临时决定,中间仅有一天时间,相当紧张。 至于调档原因,有消息书和广电总局巡查到湖南有关,在七月中公布的一系列打格刊放推荐剧中,你迟到的许多年,确实未列其中。 另外,连迟到的许多年,还传出,文贱在九月二十七日半开播发布会,虽然两部电视剧还没有做出官方回应,但从一系列操作看,良生撤当的是已经板上钉钉。 听到这个消息,不少良生的剧粉器都跳脚,还有不少粉丝吐槽,这一次,钟汉良又被叫主夫夫坑了,想听详细解说。 评论里告诉陶子良生李,成天又说,他用十七年让你爱上,我就用七十年陪你,忘记。 之外,良生用十七天时间和观众见面,不知道有没有机会,再被彻底遗忘前回来,本位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收全部的转载。